Leo聊世紀 天天龍心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來看喬治亞人對上日本人 這一場比賽是海軍上將32場比賽 這次喬治亞人是Madador對上MBL日本人 兩邊的文明選擇非常的經典 一個是騎兵這個數量壓制文明 另一個是日本步兵攻速加成 所以算是MBL的文明優勢 會可能大一點點 但是現在喬治亞人的安全戰術 打這個槍兵也是特別好用 所以Madador這邊 可能也可以用一些馬弓打這個喬治亞 這個機動性打法 直接把自己當成蒙古再玩 也可以考慮的 那MBL這邊可能要多多利用自己的箭塔 還有這個馬弓 還有自己的槍兵 還有這個劍兵勇士 或者是日本武士做圍壓制會比較好 那這張地圖比較特點的地方就是 這個左右兩邊都有這個魚尺 那魚尺的肉有900肉 這個900肉加上這個900肉 1800肉大魚總共是1800 那小魚的部分是800肉 整個一個狐尺裡面都快要有3000多肉 應該還沒有到3000肉 大概是算一下 這邊算起來是2800肉 所以這個魚尺能獲得的話 前期經濟會很好 但是這樣地圖 其實是不太適合去下魚網的 那大家會說 這個魚網待會下去經濟也會繼續好下去 那不好下魚網的原因是因為太難防守了 只要對方順便插個箭塔 或者是下個森旅在這邊 招上你的魚船或是戰船 你的這個防守就會成本增加 所以其實到了中後期 還是要去多多灑農田 但是前期呢 捕魚一定是要捕的 不然這個經濟會路後很多 但是我們有看到一些職業選手們 有這個柴果子的加成 例如法蘭克或葡萄牙之類的文明 會選擇直接棄魚魚 然後直接吃果 但是勝率卻不怎麼樣就是了 所以不管結果如何 有沒有加成 這個捕魚是一定要的 尤其日本人呢 這邊是魚船非常的給力 捕魚輸最快的文明就是日本人的 畢竟這個是撒西米消費大國 先來介紹一下日本 日本呢 他的步兵攻擊速度特別快 而且這個採礦五地 罰牧場 這個模仿 這個成本都是半價的關係 所以他在前期 可以省下很多木頭 早點去開下自己的碼頭 那日本人後期呢 可以打強弩馬弓 還有這個步兵 劍勇士還有這個擊兵 還有日本武士 騎兵路線只有三級馬鎧不太行 基本上他的騎兵呢 跟這個波蘭斯一樣的 所以中後期 日本呢也可以考慮打什麼 弱馬 或是一些重裝騎士的一些策略 但是比較偏少見的 弱馬應該還是比較多一點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喬治亞人 那喬治亞人呢 這邊特色是開局時 會給一個這個額外的羅車 但是這個羅車呢 是沒有辦法馴服綿氧的 但是這個省下這個資源 讓他的前期經濟節奏還蠻好的 比以前來說的話好上很多 但是他的莫納斯帕呢 被耐斧了一些 變成7隻莫納斯帕 或是7隻騎士 才會加一點的傷害 所以後期的喬治亞人 這個傷害力要飆到最高 至少要30隻起跳 才可以比較穩定輸出 那喬治亞人呢 前期還是多打弱馬 會對他比較有利一點 到了中後期強化教堂 配上城鎮中心 經濟才會爆的比較快 好那我們一樣關注前期的變化 前期是很重要的 因為這個遊戲是可以一直滾雪球的 這個雪球誰滾得越厲害 誰就會越有優勢 好 MBL這邊是決定19隻村民的時候 點下封建時代的聲明 喬治亞人這邊是20 也是19村喔 19個村民的時候點下的升級 兩邊的升級都算是很正常 沒有太特別的地方 那這邊看有沒有挖黃金了 這裡升封建時代要去挖黃金 會比較好 好 MBL這邊蓋外軍營之後 趕快來挖個黃金 那對手喬治亞已經開始挖了 三個人 這邊戰船 待會要趕快去出一隻 結果這邊是直接鬼轉棒棒開局 那這個棒棒開局 有可能是要砌海了嗎 因為如果是要砌海的話 才有可能會這樣打喔 好 MBL決定左邊放棄 轉往右邊蓋了一個新的碼頭 那這裡補下了一擊伐木 轉人會去補一個漁船 繼續補漁船 那現在喬治亞是雙邊的湖 都有出這個火戰船 但是現在棒棒已經到了門口 但是喬治亞家裡 欸這裡有個洞 這個羅車的頭 其實常常會讓人有一個洞出現的問題 所以盡可能不要讓這個羅車 當做這個卡位的建築會比較好 有容易卡一卡就出現問題了 這邊用槍兵加棒棒跟肉馬 去阻止喬治亞這邊蓋軍營 但這個軍營還是要蓋好了 MBL現在家裡沒有辦法很好守住 現在右邊的魚池也沒有辦法按這個漁船 MBL現在有魚池的優勢 現在是歸零狀態 喬治亞現在有三艘魚場的經濟優勢 所以現在看到喬治亞這邊的肉量 已經領先MBL200肉了 快要300肉 這邊回頭打一下 好這裡轉出了一些毛兵 MBL開始可以騷擾了 這邊要不要用毛兵打下 把這裡的村民給逼走 好工兵來囉 好那現在喬治亞要趕快專心用毛兵 去打下弓箭手 但是這邊選擇放棄不打 直接把木牆滴掉 好兩邊都點下一擊射了 現在MBL前期的海戰優勢 基本上是零的狀態 出戰船也沒有燒到任何的東西 好魚船都是 全部被燒光光的狀態 這邊三艘火彈船 稍微打回去 但是兩艘打三艘 終於是打不贏 第三艘還有40% 這一艘殘血的可能危險了 好MBL這邊要努力修 這個修得回來嗎 好血量慢慢提升 難道有機會嗎 因為這個在燒碼頭 OK碼頭這邊即時轉出了一艘火彈船 好前期的部分 MBL是稍微落後的 經濟大概還輸200左右 好單喬治亞人 後方可以馬上又補一個附金 所以前期這魚紅金被控 其實受傷程度也沒那麼嚴重 還是有活路可以走的 好結果右邊 喬治亞沒有圍操的關係 這個火戰船全部送光了 MBL重新補下了自己的碼頭 左邊的魚池可能要放棄了 這裡有四個火戰船 可能上城堡時代之後 才有可能用僧侶 搶回來這個魚池 好這邊再次往前看一下 喬治亞這邊的毛兵 哇非常多啊 七隻毛兵 妥妥的戰毛怪啊 戰毛數量有點誇張 七隻 這MBL也蠻多的喔 這裡也來到七隻了 我毛兵基本上是不能停的 對方的毛兵這麼多 數量停下去的話 很容易就會一波被帶走 那MBL這邊有打法是 按到十隻左右的毛兵之後 突然停兵 然後用毛兵跟對方嘻嘻哈哈 然後趕快去補下更多農田 升級到城堡時代 這是一個前壓 然後轉城堡開農的一個打法 那邊看一下MBL會不會這麼做 MBL這邊的工兵開始在補了 補雙射箭場 那待會這裡毛兵可能可以停了 全部轉這個工兵 好 正面直接用毛兵去換掉一下毛兵的數量 因為待會不換的話可能沒機會 哇 肉馬來了 喬治亞的肉馬會自動回血喔 好 這邊要來戳一下 好 戳到一下 血量半血 後面的工兵努力擋 但是後方的工兵數量還是很多 MBL這些毛兵 要趕快去打掉對方的毛兵數量 待會自己的工兵差有機會 有機會存活 好 喬治亞這邊也在轉工兵了 兩邊都開始慢慢轉出工兵單位 好 現在資源量了 喬治亞目前還是領先 資源快要500資源了 左邊的魚池獲得 右邊的魚池沒有拿回來 看來MBL有機會把這個魚池給拿下 這裡的肉量也是很多 好 這裡蓋的房子也被燒掉 MBL暫時是弱勢的狀況 喬治亞這邊想要繞一下 看能不能抓到一些村民 或者是打出一個突破口 這三隻肉麻 投資的算是蠻值得 直接讓他的壓力變成MBL身上 而且被讓MBL這裡沒有辦法很好的 穩穩升到城堡的時代 反正是喬治亞這邊有升時代上的優勢 好MBL這邊點下了一擊馬凱 喬治亞這邊差100肉 可以升級時代 好兩隻肉麻 趕快去墜一下後方的三隻敵方單位 好這三個毛兵 看來是不保 後面又來了兩個 這個肉麻有意防之後完全不怕工兵了 毛兵也不怕 上去就是一陣輸出 肉麻要回救一下嗎 但肉麻一回頭 後面的工兵緊追在後 所以喬治亞這裡不方便回頭 好 停下了一擊農田 好看一下右側的位置 右側這裡三艘漁船 有要再繼續補嗎 我覺得可以補到六艘左右 六或八艘 八艘的話好像有點太多就是了 六艘可能差不多 好這邊是三城堡時代的喬治亞 點下了品種 跟城堡時代升級還有一分鐘 直接轉馬舊科技 看他木頭有點爆亮 MBL用自己大量的封建時代的兵種 瘋狂壓制 好後方的肉麻想要突破叢尾 但有機會嗎 槍兵這時候來了 OK槍兵來了 但是MBL的肉麻也是被換掉了很多 這一坨工兵終於走到了這一側的墓區 墓區被射一下 左邊這裡才是最危險的地方 最後還是被騷擾到了嗎 MBL後方的肉麻數量其實不多 這一波工兵可以考慮包夾一下 毛兵上前 阻擋一下 重新挖法墓 肉麻已經過來 好但是喬治亞這邊的肉麻的血量有點殘了 哇這一波反打回去 MBL好像能轉出一些經濟優勢喔 好這邊一直在拉扯關係 喬治亞的經濟開始下降了 好這邊的肉麻在四上前 槍兵在左側 趕快拉回來救一下 OK剛剛施魯快到1000支援 現在拉近了 只差大概600支援左右 好這邊肉麻要往前 要往前 這個肉麻一定要往前 但是騎士出來了怎麼辦 騎士出來的話這一波就不好打了 MBL這裡要趕快去轉出 城堡帶升級才行 好騎士趕快過來這裡一下 哇這一頭工兵有點可怕 可能可以再殺個一村 哇又擊殺了一村 MBL村民術現在領先 49村打54村 這裡推一下 三隻槍兵過來搓一下 但是助手模式剛剛有點在發呆 但還好現在趕快工作 現在還是有 得到不錯的一個前期的經濟優勢了 那個經濟稍微打正喔 經濟資源已經差距只剩下200了 這一波進去讓喬治亞受損的經濟非常多 但是現在3TC開農還是具有優勢的 好MBL城堡時代補一下 接下來就可以打一個 騎兵豹嗎 還是要打一個重裝長槍兵 轉這個日本武士的打法 都可以考慮一下 或是直接轉這個馬弓呢 那在西帝國今年的改版來 說的時候 我記得日本人喔 這個馬弓打毛兵傷害也是加2點 非常強 自從改成打馬弓 打這個毛兵沒有加2點傷害 現在馬弓其實沒有那麼的 好針對這個毛兵開局 所以打這個毛兵開局 可能還是要考慮轉騎士 或是日本武士 劍勇之類的打法 或是直接轉頭車弩炮 配重裝長槍兵 森綠的一些策略會更好一點 好MBL這邊時代輸得非常多 但是經濟並沒有輸給對手 現在經濟是17.2K啊 還贏對方400支援 好槍兵第一時間戳掉了一隻肉麻 這裡想要用槍矛 把槍弓控制一下正面 這一波槍兵直接往上前去硬戳 但騎士直接吃光光 弓兵在後面應該是會被追上 MBL這邊繼續爆槍兵出來 雙軍銀爆槍兵 好補下了一個二級防 洞兵還在繞袍 這裡魚池快要吃完了 好目前MBL還是三個 魚船在捕魚 好一升到城堡時代 MBL點下了二級射 跟重裝長槍兵 二級伐木也點下了 好這邊TC要趕快找個地方看一下喔 但是現在非常缺肉 先點個弩兵再說 好按了一隻騎士 騎士打毛兵相當好用 但喬治亞很希望可以多點一些弓箭手 好這邊補下了一個新的城鎮中心 直接鬼轉中間開吃果子 好喬治亞補下了一個強化教堂 這樣中間五個聖物 看來喬治亞是稍微有點優勢了 畢竟這個教堂離聖物的距離比較近 好左邊工兵被抓到 好少量的槍兵去擋一下 戰毛兵抓到弓兵入境 好趕快收掉這裡的弓兵 是有更多的槍兵過來了 好這一波 弓兵數量損失的有點多 但對手不敢直接硬上 這裡的槍兵數量還有十隻 喬治亞這邊點下二級馬卡 好這裡工程器製造所可能有點難蓋好了 好追脫弓兵跟槍兵走到了後排 黃金礦石 好開始要來互相傷害了 好 好超自家這邊點下二級射 在中間補了一根城堡出來 哇MBL中間這個城鑽的東西 應該是守不住了 好這一波上前 MBL槍兵擋住了這一波衝鋒 但後方這一坨兵 喬治亞好像暫時解不掉 好這一坨工兵抓了非常多村民 三村直接被抓光 好目前為止MBL2TC 現在是2TC 3TC 這個還可以暗洩一下村民 現在村民術來說是67村打85村 MBL還是入獲村民 但是支援量卻是贏對手 好這裡要開始灑魚網了 好這邊灑魚網的話 有工兵是可以打掉魚網的喔 這就是為什麼這張圖 魚池很難正常的灑網捕魚 很容易被發現喔 跟這個投資的魚網 很容易就被打掉了 只有50滴血而已 但是MBL好像沒有發現了 這個已經開始在灑魚網了 直接路過 有沒有打算要離 好喬喬喬正面再次有騎士 直接衝鋒 好後面這一坨兵還是解不掉 第二坨兵也來了 喬喬喬現在經濟有點被封鎖到的關係 沒有辦法正常開農 好這裡再次走到農田 又空了一下經濟 有機 NBL 村民數78村打A103 好這時候喬喬喬終於經濟一反超了NBL 利用自己村民的數量優勢 好喬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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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來打這個喬治亞塔推呢 喬治亞的斯萬塔 斯萬塔戰術非常兇猛喔 如炮劍塔 就只有喬治亞有 MBL打得非常遊擊喔 但是這裡的遊擊已經做到一點效果喔 這裡上億人沒做事啊 在這邊走來走去 還有點卡資源點 所以沒有辦法順利的散開 一個資源點太多村民喔 就會這樣子 MBL這邊點下帝王時代 暫時前期沒有太多的打鬥 但是騷擾是做的很好 雖然騷擾好 但是卻沒有死傷喔 OK 喬治亞這邊展出了莫娜斯塔 終於解掉這一組的小隊 好 這裡的分隊開始在打漁船 漁船打完之後 射這個漁網 這個漁網一直被射掉 OK 過關開始被控圖了 好 正面莫娜斯塔過來 帝王時代還有45秒 但MBL已經出發了 使用自己的衝車 開始往前 但日本沒有大衝車喔 稍微可惜了一點 好 那莫娜斯塔解這個衝車是輕鬆一局 好 最新投司機 帝王時代趕快照出來 OK 衝車被解光 現在這一坨兵 終於要解掉了嗎 聰明反擊如何 還是直接拉兵來救一下 好 看到大軍來了 趕快先往右側走 看可不可以適應掉MBL的小分隊 這個喬治亞的小分隊 我講錯 好 應用時代以上 先點巨型投司機 還有疾兵的升級 這樣防喬治亞的莫娜斯塔 就會輕鬆一點了 好 現在這根城堡 暫時沒有那麼快被解掉 現在有11個人在修理 要等到第三台巨型投司機來 才有可能機會解得掉 現在後方有大量槍兵 在後面想要抓掉 喬治亞這邊的兵力 唉唷 這裡有機會收掉喔 喬治亞剛剛失誤有點回頭 這裡最麻煩的地方就是要控這裡的馬 後面還有追兵緊追在後 喬治亞頂下了化學 當然要先轉下火槍兵嗎 好 那現在喬治亞的騎兵又往回繞了 正面的城堡 喬治亞也開始轉出了巨型投司機 開始反擊了 MBL4台巨型投司機 開始攻城 這個城堡應該快要被拿下 好 槍兵戳掉了一艘船 這個槍兵打船喔 傷害是很高的 好 路拉斯帕開始被壓制住了 朝這樣果然轉出了戰毛兵跟馬鉤 有安血人戰術打個槍兵 效果其實是很好用的喔 好 MBL 這邊開始把村民慢慢農了上去 安血人戰術點下 到地獄是在轉馬弓 MBL點下了彈射器科技 可以增加巨型投司機的攻擊速度 還有拆裝速度 5倍拆裝速度 好 這裡要再修理一下 好 槍兵往前 現在MBL沒有辦法可以擋出戰毛 補了一個劍塔 稍微防守一下 但是戰毛兵真的有點坦 還好 喬治亞沒有這個三級弓兵甲 現在6點防衛力 剛好這個亮方塔是7點 所以怎麼射都是1滴 還差一個三級射 還有這個劍朝霞 還有這個銀罐技術 日本的劍塔其實也是蠻厲害的 好 MBL 這邊鬼轉中頭 要來硬砸這些的戰毛兵 還有馬鉤 好 這裡馬公子 借杯牆壁給戳爛 右邊騎士 終於抓到一個破口 抓掉了巨型投司機 對 好 这毛病往前躲掉了一发丑死车 这里有点天不怕气不怕 乔治亚点一下重装马弓 跟踪技术也补下了 现在中头威力一发砸到了 这里乔治亚失误啦 MBL村民数非常劣势 经济也快输了一万资源 但怎么进攻方却是MBL 这里乔治亚似乎有点尴尬 资源赢但是兵力却打不赢啊 现在如果转出了马弓的话 打这个投石车就很难打 那如果不转马弓的话 槍兵的话又莫拉斯他又打不赢 这里乔治亚最大问题 应该就是没有转这个塔弓 乔治亚炮塔弓 那如果打塔弓的话 牛力弹射器又有工程加成 所以目前看起来MBL在后期的优势 还是蛮大的 这个拆装速度极快 盘射器的工程效率非常好 右边马弓准备要来抓后方村民 后方的承诺东西其实很多 这边再补一根箭塔 防止对手直接冲进来 就这样点下了三级弓 三级马卡 后方马弓开始深入进去了 MBL的防御箭塔还没升级啊 OK 越来越多的建筑物 开始被拆掉了 小架慢慢转出了攻击力 这里一直有再出枪兵去防骑兵喔 其实MBL打的还是偏谨慎 哇 这里马弓直接被砸烂 中头砸这个输出非常好啊 现在后方被游击战的关系 经济开始有点差 MBL村民数开始往下掉 只剩下91村 现在乔治亚是147村 是150村战术 经济非常优势 你一打我就会往后退 往后退往后浓 然后再继续转出更多的资源 待会再来更正面决战 好 现在家里的城镇东西的村民一直被控制住的关系 MBL的经济越来越差 这波换家能不能换掉呢 好 又有更多的城镇东西被拆毁了 小架点下大弱马的升级 待会直接马封一波 好 这里有一些新奇兵冲过来 枪兵要来防守 看一下能不能守住投石车 夹下夹下 一滴血拿掉 最后是换掉了一台投石车 好 乔治亚这些马弓 再继续吐MBL村民 MBL村民数 只剩下少量的82村 村民数非常的少 乔治亚人 这里是有机会反打回去 哇 这波MBL 枪兵 不能往前 但是洛马来就要往前 哇 还一次急殺掉了 残血的投石车 投石车全部被马弓点掉 MBL这里尴尬了 怎么打都不太好打 哇 投石车 怎么出 怎么被点光 乔治亚这边的马弓策略大成功 MBL打出了GG 我们恭喜乔治亚的拿下比赛的胜利 OK 这场比赛 乔治亚是拿了比赛胜利 支援全盈啊 但是拿了无生物 经济也蛮好的 但果然开局这个鱼匙是很难防守 之后也是被MBL给点掉 那MBL这里问题应该是没有转出 这个强弩啊或者是马弓之类的单位 没有一个稳定的远程输出单位 去防止对手 去继续压制自己 那像刚刚一堆战猫怪的情况下 用这个中头配上马弓强弩 继续前压会更好 但是MBL知道自己 尴尬已经输对手很多 不打凶一点的话 跟他对能 肯定是没机会 毕竟人家是强化教堂经济 加成很多的一个文明 而且中后期 黎穆达斯帕大罗马马功承袭之后 也会更不好打 那对手这边分推是打得非常漂亮 打日本人 果然还是最终转出这个安息人马功 是最好的策略之一 好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 要请记得不要按下订阅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各位掰掰 up on up up